有個老公有個兒子 之前我在家聽到他們的聲音 突然說話我會很害怕 我聽到一些男人這樣說話 陷於他們兩個 突然出聲或者說一些語氣 他們兩個聲音 我就會很生氣 很生氣 有時我睡著了 有時被吵醒 我都會有本很生氣的聲音 不知為何脾氣是這樣的 接著我都會忍耐 其實我自己想改又改不了 怎知上星期日 我的家長跟我祈禱 然後他發現 其實你是個很開心的人 但為何我見到你呢 有一間 我見到你好像困了自己 在一間黑房裡面 真的很孤單 然後他抓住我的手 有個祈禱 有一間祈禱的時候 我見到床上 我父母在打架 很暴力地打架 然後他叫我 把這個情況交給耶穌 為他們祈禱 就是為他們應聚祈禱 是的 這個過程我都有哭 有釋放 就是有些吐 然後呢 祈禱完肚之後呢 我們還要在吃鐵 黃水的店 在那裡祈禱 就是都吃完了才祈禱 然後就走了 然後回到家裡之後呢 這個禮拜 整個禮拜 我對他們的態度 就是我以為他聽到他們的聲音 我兒子剛剛十三歲 他變聲 有些怒吐聲 然後我今早聽到他的聲音 他叫什麼 沒有了 然後呢 我就覺得他的聲音很好聽 還有呢 沒有了那些 自己裡面沒有了那些 憤怒 沒有了 之前不知道為什麼 都很容易生氣 然後呢 現在沒有了很開心 還有我老公 他有些緊張 因為 真的很大壓力 收拾東西那些 然後他又 有點負面 他之前都不是這樣 只是這次 或者再問這件事 才是 這樣 就是 又起床了 很負面 這樣 然後還問我 為什麼你經常要聽好話 要我說好話 給我發事一下也可以 我騎一下也可以 這樣 但是呢 我之前聽到他這些回應 我都會不開心 很容易就被觸動 又生氣又不開心 又會反擊他 但是現在 這次沒有了 完全覺得 我整個心軟化 柔軟了下來 我很感謝主 因為我都常常祈禱 頭天步的 我的心比較柔軟 那這次我就感受到 神很愛我 聽我祈禱 還有都 給我家長都為我祈禱 釋放了我 神的恩典 就是 祂很愛我知道 我的需要 還有 有些位置我自己 處理不到 這個心靈的問題 就是這些 這麼多年前 這樣受過 那些驚嚇的問題 神就透過 聖靈的工作 去 醫治了我 聖防了我 謝謝主 那你想一想 神有什麼 屬性和恩典 神的屬性 很愛我 很愛 神的屬性 是愛和 念吻 他知道我 很辛苦 知道我自己 靠自己 都是 走不出來的 他的恩典 就釋放我 來愛我 就找人 為我祈禱 OK 聽我祈禱 好 但是神 這個特別的方法 應用你來講 就是看到神 也有另一種屬性 是什麼 就是他 能夠知道這個方法 會幫到你 是的 那他是什麼屬性 和什麼方法 什麼恩典 這個方法 神不可以有 思慰 有智慧 有智慧 他又明白 原來你的記憶 是在影響著你的 是 帶你回到你的記憶 就是他有那個能力 他懂得帶你回去 讓你知道 你再說一次 你是在發夢 還是在祈禱的時候 不是發夢 在祈禱的時候 看到 是看到這個情況 所以聖靈親自怎麼樣呢 帶我回去 帶你回去 即是他知道 你在那裡卡住 他就帶你回去 幫你做釋放 所以這裡看到神的印點 他知道你的問題在哪裡 他有能力帶你回去 然後他帶你回去那裡 然後 當你做完釋放之後 你的心就升了 對 我們看到 原來神知道我們的過去 知道我們的感受 好 就先帶我們去得醫治 說榮耀 威美主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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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